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的话它最好要有集团的色彩 因为我们讲说集团容易做账 再下来的话明年的获利要不错 那么接着的话如果说 搞不好还有一个意外的巴巴力 这就会更好了 那像连强就有这样的机会 今年的话第三季它的获利是优于预期 这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的话它的产品线 它会加进联想 联想可能大家觉得说 它的手机好像还好 但是它其实在中国大陆卖得不错 那连强它本身 它在台湾跟整个泰国的部分 它的占有率的话都是第一名 然后它在大陆跟澳洲的话 做到前三名 是一个蛮强的通路商 那么另外富可市 这大家也不知道 富可市是什么 Infocus 它的剧传 Infocus就是红海 对这个红海 跟肖敏基要做第一手 卖得很好的 然后大家说 那其实像在Infocus的话 前面在台湾已经抢班了 所以明年 它未来的成长性动论 我们讲说存在的 那么所以如果纯粹讲EPS3块3 然后明年3块7 30几块钱 那现在股价是几块的话 看起来 赶快来看一下 大家觉得说还不够令人感动 但是我们提说明年有新的动能出来 会有新的话题出来的话 那这样对连强来讲的话 它就有机会存在了 那股价的话领先 这波段的话 它领先大盘 慢慢的先打出一个底部 然后它现在已经站上了季线 出现开始出现强势的整体的情形 好处是什么呢 这条季线由上往下弯 现在开始要慢慢的出现走平 如果说它能够走平 甚至于开始未来往上走的话 那12月到明年1月份的时候 那连强它就能够顺着这个季线 开始往上走出它的一个中多的行情 这样子的机会就存在了 是 好 这个是连强 那么再来我们看大众银行 是 一般来讲 金融股的话 我们要防范一下 就是说如果电子股涨一涨 因为选前已经先攻 对不对 选后的话会不会拍一下 就变成利多出镜 那我们发现说 每一次当行情出现拉回的时候 金融股都是守门员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但是金融股应该要买 这个金控的股票嘛 要不然是国台金 富邦金 不然是中信金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选大众银呢 因为大众银的话 是现在少数还在独立经营的银行 就是它不是金控 所以它的美股净值的话 12块6毛1 不过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目前据传了 台湾公银 它希望它能够去组一个金控 然后它要从公银去转商银 所以对它也它需要有一家商银 那么这个时候 它跟大众银就越走越近 大众银的大股东是私募基金 叫凯雷 凯雷它本来就有点想要获利了解 但是价格的话 瞧不拢 据说现在的话是开始越瞧越拢 那如果越瞧越拢的话 民股它民股包括像高雄的陈家 然后另外像光阳的客家 光阳机车的客家 逢低的话都有个加码的动作 所以它的筹码 开始慢慢沉淀的迹象 所以在这波段的话 其实大众银它比行情还要领先的转强 那么股价的话越电越高 而且是把这个整个全息的话 把它给填起来了 这个地方 填起来之后 目前正在消化它的一个卖压 不过我们发现说 它在做填权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的量 并没有突破这里的量 是 这边的量 换言之在选 在它除全钱的话 它所爆出的成交量 在这里的话 用时间还有空间花钱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说 民股逢掉在布局 换言之它只出不进 所以它的筹码是出现 比较集中的情形 那未来再挑战新高的话 就不一定要爆跟以前一样 大量的有机会震荡区间 为什么呢 现在的话差不多在命额 十块钱左右 我们刚刚讲 净值的话是十二块六 一般的合并案 都会超过净值 那这样空间就在了 是 好 非常谢谢陈宏老师 那么今天帮我们推荐 这两档个股 这个接下来 应该很有机会大家参考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请马老师 马老师来帮我们挑 哪两档个股 第一档挑的是新据 对 四月份的时候 张中某总长说过 这个Big Thing 就是物联网 那未来跟物联网相关的 当然就几个东西 一个物联网 另外就是云端 资料储存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所谓大数据 对 就是这个Big Data 那这三个东西 它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新据来看的话 它是做这个电源供应器 它主要针对于什么地方呢 就专门针对于 这个所谓伺服器 所使用的这一块的这个市场 所以以新据来看的话 前三季的这个三率 就是包含这个净利率 毛利率跟盈率 都是大幅的增加 十月份的营收 也是月增的百分之十三 本益比目前是十一点六倍 股东权益报酬率前三季 完全符合华伦巴夫特 所说的每一个季度 能够有百分之五以上的 这个股东权益报酬率 所以这个新据是有这个条件的 你看现行上就知道 强 之前的横向整理 对不对 跌破之后 已经突破 有需要突破高点 对不对 可是你看 突破高点之后 这个量还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那再看看底下法人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法人有在买 有在买 那最主要买 法人买不是说他买就一定好 但后面我们看他为什么要买 但最主要我们刚刚所说 从这个工研院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 伺服器受到大型资料中心的这个建制 未来四年的规模 高达2753亿台币 那每年的复合成长率是43% 那另外IDC调查 今年大数据市场的规模 超过5100亿元台币 所以未来在包括像这个Google 微软还有脸书 亚马逊 HP 包含这个Intel HP 这些IBM这些公司 都会持续建置这些所谓有关大数据 包含国内一些大厂 不管是这个鸿海 或者是华硕 甚至于这个宏基 这些也都会在广达这些 都会去建置这些东西 所以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些题材来看 我跟各位讲 包含另外像这个最近表现很强的 810的秦城 另外像这个3533的这个加折这些股票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表现不错 跟这个都有关系 所以第四季看起来 基本上它会淡季不断之外 而且呢 它刚刚买下蓝天在这个五股的这个厂 那这个厂在11月份 已经开始加入营运 所以在这个未来的这个营收 扩产之后 可以增加两成到三成的这个营收 所以看起来第四季 依然有持续往上做推测的一个动作 这档股票是可以多加注意的 那另外一档 来看看这个南卯 那其实南卯 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跟各位报告过至少两次 今天大概是第三次 为什么 这档股票之前呢 因为它的走势稍微比较温吞 但你可以看到 它是在跟4K 2K的这个所谓逻辑IC 这些测试IC里面 都是有相关 所以可以看到 像今年这个奇邦 之前我们跟各位报告 股价为什么那么强 就是因为受惠在4K 2K这块地方 包含什么 包含这个30134这个联友 看到股价会创新高 为什么 跟这个4K 2K的电视 都是有直接的关联性 那相对来看 奇邦在这一块 虽然这不是它最大宗 但是在未来 大家晓得这个 它的这个 它是代购这个美光的 它是美光的大代工厂 包含未来这个 这个飞锁的这个 No Fresh这一块 还有包含像华芳店 南亚科这些 这个在测试的地方 都是在这个 南茂在南瓜这一块的订单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前三季的获利 第三季的获利 已经创下这个所谓 新年来的一个新高 可是你看股价 麻烦涂缩小 涂缩小 因为它上市时间不久 可是你看到没有 距离高点的地方 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你看 现行的架构 越来越漂亮 有没有 越来越漂亮 再看看底下 法人的进出来看看 来看看就可以发现到 确实大卡有在进入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注意到 它第四季 看起来会比第三季 还要好 所以来看 像我们刚刚所说到 目前来看 股东权益报酬率的 这个地方 跟各位报告一下 来到了14.68 是 本益比是11.7倍而已 11.7倍 对 都可以看到 是相当 属于偏低的一个价格 所以我刚刚说过 在第一季行情 要来临的情况之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法人 事实上都没有做出托的 还在做一路的买进 所以投资片们 注意 峰回时候 都是一个好的买进时机 是 好 非常谢谢 这个我们的 马老师 帮我们挑到的这两档 一个是新剧 一个是南茂 大家做参考 好 接着我们请小郭老师 来帮我们挑股票 来看 小郭老师要挑标股了 一个是往上标 一个是往下标 对不对 这样子 才会中嘛 对 你刚刚讲分散风险 对 分散风险 多空 来 多的多的 大家不要弄错 先讲多的 宏杰克其实在这边 原因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因为Skyworks的关系 生化家的关系 渐渐打入一个 苹果的供应链 那我们其实看到 第三季的EPS 其实我们来看看股价 直接来看股价知道 10月营收 直接串的历史新高 那其实就这边 股价来看的话 第三季EPS 0.88元 那我们有0.88元 如果乘以4的话 差不多3.5 那其实在这边的话 那它本益比还很低 不错啊 蛮低的 如果用第三季的EPS 来看的话 如果第四季 我觉得它可能会 说不定应该有机会 比第三季来得高 所以整个股价来看的话 其实它还蛮漂亮 而且你看 在这边 其实这边股价 入市率创新高 可是它成交量 并没有一直爆料 如果就我们开始 技术线型 跟金箱店比的话 同样创新高 我觉得宏杰克的 技术线型 尤其这个量价关系更好 投尊表其实有时候 搞清楚量价关系 反而更清楚 所以你会发现到 所以你说它股价在创高 量是缩下来 对 至少比这边 起展量感觉比较缩 所以代表它筹码 蛮稳定的 虽然它被人家 比较为人诟病的是说 它涨得比较慢 可是问题是 它其实它毕竟 它的财报 假如比预期好太多 很多人都觉得 它一营收创新高 其实法人本来就知道 可是第三季财报 假如超预期的 一个好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它现在的走势 其实是有机会 投射表你要搞清楚 那个春家水染 压千支 在这边 比如说礼拜四的时候 台子其实不是一度涨 大盘不是涨快一百多点 可是到最后 其实台股涨了42点左右 其实扇贵反而是翻黑 可是你看得出来 其实宏杰科它还在续涨 所以宏杰科 其实它是扇贵指数的 个股之一 所以今天能 应该说在礼拜四的时候 它能够续涨 我觉得就技术限行 应该是蛮有机会 那其实就法人来看的话 其实宏杰科 其实这边比较 尤其是投信的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大部分都投信买超 所以你看 投信买超其实 买超的一个相对来说 它是突然间开始买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投信成本跟你差不多的情况下 而且很少投信买这么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突然想到 我记得宏杰科一开始的时候 投信 你不要觉得投信在买 可能买几千张 买算很多 如果它上市 如果那个其实 时间拉长一点 对对对对 打字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如果知道的话 你看到它其实一开始投信买超是 一直持续买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 如果我没有记错 它那时候几乎连续买超 半个月一个月之久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整个宏杰科 它投信一开始买 它就会很持续的买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持续买盘的一个 一个高点在 尤其 尤其 如果现在的法人成本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你也不必担心说 被法人吃豆腐 这投信都疯疯的 买一买它全部卖光 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想到 又开始 对 有请看 它这次高点比更高 可是它很少在高点的时候 还愿意续追 就今年投信的超盘的手法 跟去年不太一样 他们现在反而不太敢追高 可是你看 其实现在的而言 这个宏杰科 它宁愿去追高的股价 那这是宏杰科 那在这边有多有空 我觉得在这边 其实是牛熊市一个并存 小型个股 有些还是很弱势 还是看个股表现 看比如说苹盖跟非苹盖 那美丽就是一样 其实在这边 扬声器的题材 陆续发酵完毕 那看上 股价好像面临一个修正风险 为什么我这样讲 其实你看 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那是同样一句话 谁在挪泳 那他没穿苦 我看起来好像没有 连肤色的都没穿吗 对 看起来好像没有 因为其实就现行来讲 台股现在上了9100 要上了9200的一个过程中 它看得出来 它其实 它这边还是 没有一个强势反弹 我觉得在这边技术 至少要站上技线 在这边 130是远这边附近 所以看得出来股价 其实还是有点落后 那我觉得投资表 你也不用在那边 一定要追空 如果他现增价100块破的话 再去追空 我觉得更是有一个获利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就这边 这边多头空头的股票 都可以做翻 那他业绩真的是很差吗 真的没穿裤子吗 我只能讲 公司的能见度 他说他看不到一个月后的裤子 能见度订单只有一个月而已 我跟大家讲 看不到一个月后的裤子 还是裤唇 裤唇 双关于 对 来 在中間 谢谢大家